促进植物开花用什么肥料呢 可以使用特制骨粉 它是一种有机肥 可以达到长效促进植物快速开花的目的 它什么花卉都可以使用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而且用起来也很简单 下面我来教大家 那大家在购买骨粉肥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买到假货了 正宗的骨粉肥料 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纯白色的 而是灰色的 而且粉末非常的细腻均匀 没有杂质 很多花有家里养花 植物叶片长得不错 但是怎么养都不开花 或者哪怕开花就在顶端开一丁点零星的花 而且花一年开得比一年小 一年开得比一年少 都是因为长期不施肥导致的 使用特制骨粉 就可以解决这种开花上面的各种难题 那骨粉的使用技巧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用呢 找到自己需要施肥的开花植物 然后呢 每隔十天半月啊 往它的花盆里面 薄薄的撒上一层骨粉就可以了 这样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都会稀释被植物所吸收 促进植物花大花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